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评已经在筹备中 还说有20万人不支持自己 但也有200万人支持自己 看他微博下方评论 确实有不少的声援者 毕竟经历了范冰冰一事之后 蔡永元眼前成为了正义斗士 拥护着自然要支持他的所有做法和决定 比如之前 蔡永元在中国传媒大学 校内开的真面馆就十分火爆 想要吃上面 都排上一个小时的队 更有不少顾客发射百里路上来吃面 就为了支持蔡永元 说不定这次电影上映 还真能让蔡永元收获一堆影迷 但是 有人支持就有人反对 不少网友也有了阴谋乱的猜测 因为蔡永元的举报 深陷舆论漩润的电影大轰炸 已经无法在大陆院线上映 紧接着蔡永元又宣传起了自己的电影 也难怪大家有疑问 不过 支持也好 反对也好 蔡永元的影响力究竟如何 电影上映时 票房字会见分晓 现在 小八更感兴趣的是这部电影的题材 在电影备案公示表中 已经有了故事的梗干 大意是 一个名叫雷雷的人柔道运动员进入国家队后 成为了女子队的陪恋 虽然她没能完成世界冠军的梦想 但最后她陪恋出了世界冠军 这个故事让小八四很详识 因为这个刘雷雷是真实存在的啊 陪恋16年 被删284万次 陪恋出了20多位世界冠军 这样的人生经历 绝对比拿到冠军更值得大家铭记啊 难怪蔡永元要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 不过 说起柔道这个话题 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去年爆红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 虽然《摔跤和柔道》是两个体育项目 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 所以蔡永元的新电影是小八出中国版摔跤吧 爸爸 说实话 小八还真有点儿期待呢 说实话 现在影视圈的题材还是很单一 主要都在宣唤 哇哦 都市爱情这几块打转 真正接地气的东西还真不多 就带拿体育来说 随便选个项目 把他们的故事好好的进行创作 拍成影视作品 不仅能让观众真正了解运动员真正的生活 也能让影视市场增加一点不一样的色彩 如果有一部实实在在插 揭秘娱乐圈的电影出现 估计能像人民的名义一样大爆 都说文艺作品要百花齐榜 可是小八感觉现在的花只看了一小半 还老有不齐 其实我们是有能力把故事讲好 把画面看好 把戏演好的 小八期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类型丰富的影视作品 你们觉得呢 我们再见